對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SSU TV為您帶來的 109學年度 UBA男子一季決賽的現場直播 在今日所送上的第一場的對戰組合 將是由台灣師範大學 對上中遠大學 就是在今年賽季的男子組季軍之戰 但在昨日的賽事結束之後 相信許多的球迷都覺得非常的意外 因為在今年的台式大 居然在前一場賽事裡面 中箭落馬 所以等於在男子組的季軍之戰 是去年冠軍戰的對決性 所以這場比賽的關鍵 勝敗的關鍵在哪裡 就要請教我們的球迷 余錫芳老師 老師你好 是 蔡偉晨好 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所以老師你怎麼看 今年的台灣的男子排球 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從高中到大專 現在整體的戰況 好像都看到霸主中箭落馬的戲碼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張詩的部分 昨天打了一場精彩的比賽 所以在今日也賺到了 冠軍戰的對決性 不過這場比賽 男子組的季軍之戰 要先看到師大 要對上周遠大選 好 除了在第一場比賽之外 接下來的兩場賽事 分別是女子組的季軍戰 以及冠軍決戰 而壓軸好戲將是由彰化 師範大學要對上國北較大 這四場比賽都要鎖定 SSU TV的現場直播 十三連霸遭到中斷 對 再長時間的霸主都有可能 被挑戰的一天 所以我認為心態調整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蠻多的媒體朋友都說 就算是連霸 但是他們是擁有著連霸的壓力 但是今天這場比賽呢 我相信可能壓力更大 因為已經被擠到季軍之戰裡面 今天的台師大呢 是絕對有不得不贏求的壓力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台師大來講的話呢 他在91學年度曾經拿到的是亞軍 這個是算他們在最近這幾年的一個狀況 那其他的幾乎他們都是 應該是說他們在93、94 這個的一個階段裡面呢 他們是拿到了季軍 對 那其他的一個時間來講的話呢 幾乎他們都是 就是連霸的 簡單來講 就是上一次不是冠軍的時候 其實是95學年度的時候 對 沒有錯 那當然呢 在這一次要挑戰第14連霸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被中斷掉了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應該 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以大學的一個這個 聯賽裡面來看的話呢 其實人才外賣的背處 你可以看到 確實有很多的球隊裡面來講的話呢 這個不斷地吸收的好手 然後呢 在整個的一個大專的一個這個 決賽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每一場都是 艱難的一個這個應戰 所以你要連霸 當然它有絕對的壓力 那 這一次我們看到了 整個的比賽裡面來講的話呢 今天 是上次的冠亞軍的一個對決 就通通漏大三四名之爭了 是 我們看到十大呢 包括到黃正良 曾祥明 陳威順 以及張侯業 伍正廷 以及伍志廷 另外還有自由球員 湯貴全 而侯興居林鎮偉呢 李妮 希敏呢 都在前排的名單當中 黃文彥 陳振祺 以及黃仁威 再搭配到 自由球員鄭裕生 在福大的中美堂這幾日啊 真的是賽事的內容 相當受到關注 那在臺事大呢 昨天啊 其實是面對張室的比賽 一開始就連丟了兩局 雖然在第三局追了回來 但第四局啊 雙方一路打到29比27 那才影恨落敗 而中原大選呢 其實昨天呢 也打了一場硬仗啊 也是要打了五局之後呢 才能夠分勝負 最終呢 是輸給了國北較大 所以雙方在這幾天的賽事 尤其是前一日的賽程裡面呢 我相信付出了蠻多的 體力以及心力 對 沒錯 那當然呢 我們看到 其實他們最不希望的 就是說 在今天的這個季軍戰 去碰頭 而是希望能夠在 冠亞軍的一個 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呢 一個是想要維持一個這個十四連霸 另外一個是想要挑戰 這個隊史裡面最好的一個成就 看能不能也打進了這個冠軍 但是很可惜 昨天確實這兩個球隊裡面呢 其實表現得不算差 但是呢 在整個的過程裡面呢 還是有一些瑕疵 也就是說 在自己的一個比賽的過程裡面 失誤的一個過分 而這過程裡面呢 過度的一個 算是太多了一點 那所以說導致他們的一個失敗 但是昨天我們看到了 以張師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看到了 在整個的一個表現裡面呢 真的是昨天是可圈可點 的確 對 那包括我們看到了 在整個的一個比賽裡面的 所有的選手裡面 在攻防的 有很好的一個表現 那相對國北來看的話呢 其實他昨天的表現 也是非常的突出 所以我覺得這兩隊 他們在整個的一個 這個在決賽的 這個這個的表現裡面呢 確實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這個表現 但是我們看到 他們一個分別是在 這個預賽的一個分組三 也就是說他排名的一個第三 一個是在第四 紛紛的擊敗的 第四的擊敗的分組三 然後呢分組三擊敗的分組二 所以在整個後面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相信他們絕對有去針對的 這些的對手做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佈局啊 是 不過其實今天是大的對手中一大選 在這幾年應該說這十年以來呢 他們的戰績其實也是非常穩定 對 都能夠在四強之內 而且都能夠在前三名裡面呢 完成漂亮的賽季 那上一次呢 他們跌到在季軍之戰當中落敗啊 也是九十九學年度的事 所以也隔了好長一段時間 對 所以為什麼剛剛偉誠說 這場比賽 在雙方都蠻有這個不得不贏球的壓力 到底就在這裡 是沒有錯 其實中原大學在一百學年度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擠進了這個所謂四強之列 也就是說都是維持在第三左右 但是他們都是二跟三的一個盤旋 11號曾祥明 國時大在今年的賽季少了高偉誠啊 這個小高以及李星國阿國 這兩名選手的離隊啊 當然對整體的戰力呢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儘管昨天呢 面對張詩啊 在嬌宣城受傷 無法上場的情況底下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能夠把重要的 這個Semi Final四強的比賽給贏下來 那今天就是要好好的調整一下心情 在輔大周美堂 來迎接這場男子組的季軍之戰 雙方都要來爭取在今年賽季呢 能夠爭取最佳的第三名季軍的成績 對 昨天的球賽輸了就算 今天重新開始 台師大體育室訓練組 所以老師你怎麼看啊 這兩支球隊啊 在3月19號的時候 當然因為有這個循環的賽事嘛 所以在3月19號的時候 兩邊是有交手的紀錄 對 不誇張 也是打了五局大戰啊 沒錯 才分出勝負 而且在總得分上 僅僅相差兩分 那那場比賽呢 師大是非常驚險的 以3比2 就是總得分108 對上106分 那才分出勝負 所以在本季的第二次交手 現在來到季軍之戰 老師覺得 經過上一場的交手之後呢 雙方在這場賽事的 這個關鍵會在哪裡 對 我們以上次的一個比賽來講的話 其實他上次的是 台師大先贏了兩局了以後呢 再落後的兩局 當然在第五局的時候呢 台師大他是以15比10來擊敗的中原 對 不過這個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當時的一個狀況裡面呢 其實台師大的一個選手的起伏 也是很大的 在整個的一個表現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嚴格來講 雙方的一個表現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他們在控球的穩定度 因為他們不斷的強力的 這個男孩子的強力的 一個所謂的一個暴力排球 就是強勁的一個這個攻擊 但是在這個強勁的攻擊的過程裡面呢 他們缺少了一點點就是穩定度 所以老師一直不斷的提到 就是要降低失誤 一定的 好 這場賽事呢 即將要正式的展開了 在今天呢 我們一共會為各位呢 送上四場精彩的比賽 那先由男子的季軍戰來打頭陣 雙方在比賽的過程裡面呢 像中原他就是有一年級的 尼西米 那在台師大的一個部分 也有一年級的曾祥敏 昨天曾祥敏的一個快攻 展現得也非常棒 迪珀的攻勢 就相當的兇 當然得靠著隊長黃正良 對 正良今年也是碩一的學生了 幫助球隊先持得點 乾淨俐落的扣殺 正良昨天對上的張師大 他個人拿下的 有二十五分的一個得分數 強勁的發球 但是揭發做得不錯 馬上也打了一個touch 要回來 這個雙方呢 在第一球的一個得分裡面呢 都是交給了隊長 雙方一開始的攻擊節奏 以及成功率都很高喔 對 所以老師剛剛所提到的要講要聽啊 現在就是看誰先這個露出破綻 是 以穩為主啦 當然我們看到的確實 這些隊的選手裡面呢 他攻擊的破壞性真的是非常大 對 精采 精采 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看到是洪希君 對上的黃正良 兩個一號對一號的一個對決 這個分數呢 全部都是由隊長拿下來的 哪裡通往哪裡打 誰的狀況好就做給誰 是 這是不變的真理 也是接得不錯 首波被擋下來了 但是裁判老師的哨音響 是不是有觸碰到網子啊 所以現在中院大學取得了3比2的領先 雙方上一次的交手 第一局就達到28比260 他也贏得很辛苦 對 在發球上面呢 直接發出了界外 昨天我們看到了 這個中原大學 對上的國北 其他的發球是十五太高了 對 當然尤其是在男子組的比賽 都希望在發球上面呢 在第一線就能夠帶給對手威脅 對 雙方都一樣 對 互相送禮 是 不過這分數目前啊 還算是 緊咬不放 等到洪西軍的發球 哇 雙方 這等於是連續三分的發球失誤 兩次的出界 一次的發球掛網 沒錯 這是 威 現在開始好像兩邊的失誤慢慢出現 對 好 讓威這個球想要讓一個偷吃 但是確實台市大已經觀察到了 那起跳的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籃網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陳偉順呢 已經發覺到他可能要偷吃的一個狀況 對 又過了一次 嗯 哇 好球 失誤16號的陳偉順 四號位啊 因此把這個分數給拿下來 出動了雙門籃網 也沒有辦法攔住這一球 分數上面 十大反超 取得6比4的領先 漂亮的變線 好 文彥的一個攻擊 球點拉得很高 打了一個直線 嗯 其實像這樣的穩扎穩打 把球點拉高 打點的一個方式就夠了 對 文彥呢也是大肆的學長了 嗯 然後也有可能呢 這是在 大學生羊當中的最後一場比賽也不一定 對 驚奇的享受 再一次的發球失誤 再一次的發球失誤 中原大學有三次的一個發球失誤 嗯 接下來來到 四次號 這次的表情告知到 光是失誤的部分就 發球就送了三分 對 直接的進攻 好 吳振廷喔 想要正面迎接 但這個衝擊力倒是在太大 對 好 同一時間呢 吳振廷呢也被換了下去 振廷的發球 身高191公分 GO 2 1 嗯 嗯 這個到目前為止呢 雙方的隊長 黃正良 隊上的洪七軍 都各下拿下有三分 對 這個後排 打了一個斜對角 稍微要修正一下 轉直線的進攻也被擋住 再來起飛 沒時間 這一球 打得算聰明的 對 這個球是往上來打 但是也造成了中原大學的一個觸網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 位置上面已經不是太理想 對 不過就算沒有觸網的話 可能也是個touch out 沒錯 好 再來做修正 前面 剛好前排了兩位長人 實在是破好攻 被擋住了 哇 這個球太勉強了 張宏岳舉的這個球 造成了一個連擊 對 在位子的輪替上面呢 現在前排的防守能量呢 應該是最好的時刻 現在中原呢必須要想辦法 從防守段上開始做緊 但這件事情並不容易 居大呢 已經稍稍的拉開比分 10比73都領先 今天的任務是要從未增長 不過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今天好像還沒有太多快攻的 成型 對 目前都還沒有 雙方都還沒有打出快攻 對 好球 西米的殘空 對 二號位攻擊 麻下的分數 來自屏東高中的一年級生 雖然身高並不是特別的高 一百七十八公分 當然能在 球隊裡面喔 在先發的名單當中 絕對有他的實力在 對 李立西米他的一個加入 讓中原喔 在整個的攻擊端裡面呢 確實也表現得相當的不錯 嗯 再次黃正良跳出來 看照這樣的節奏下去啊 師大當然分數領先 而且相較起來呢 失誤也比較少 嗯 發了一個短球 再來一次啦 真的是撞不住 對 擋不住 這個還是要注意到 這個黃正良在二號位的一個攻擊 但是籃網的時候呢 中原大學我們看到了 在籃中的過來的組合 是稍微慢了一點 對 對 從慢動作重播啊 看得更為清楚 欸 所以林正偉的一個籃網呢 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嗯 湘明的發球失誤 再把球權啊 發球權 交還給了中原大學 中原大學在今年賽季啊 等於已經是連續十二年呢 能夠進入到四強 哇 這第四次的發球失誤了 對 對 所以這可能會是一個連鎖反應 就是當落後的時候 你更想在發球上面 看是不是直接能夠 有分數進撞 其實男孩子的一個 這個打法來講的話呢 大家都很強調的 在第一個 一發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希望能夠達到一個破壞性 所以在發球的一部分呢 都加壓得滿多的 嗯 王文彥 也是四年級的學長 是同時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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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邊線 是同時巨人 是同時巨人 一個S 出現啦 哦 出現啦 哦 出現啦 這個發球呢 也相當有技術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突然一下 對 突然的即將 嗯 在幫球場上這邊是發了一個變化球 突然來了一個下墜球 對 排球的比賽就是耳魚我詐 不管是在進攻的組織 當然發球也是如此 場上竟然喊出了暫停 雙方兩分差距 那由於在 每局的比賽裡面 要打到25分 所以現在換算一下 已經來到了 一個 一半的時間了 我們如果說把他換 這個換算一下呢 應該是前中段的一個部分 到15分的時候算是中段 我們5分一個階段來看的話 是 好 環球的揭發 後排起飛 教練直接幫忙接 王正良確實 可以看到他 整個的攻擊的特性 如果說以他在前排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打的一個斜線比較多 但是後排呢 他直線也非常的多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他這個整個的一個進攻的模式 環藹的一個發球 失誤 對 在8分之間 這場比賽 現在看起來好像 師大呢 是 已經挺放鬆的了 不過 絕對沒辦法 兩分差裡面 一下子就被追過來 要特別的注意 對 又是一次的發球失誤 對 做得有兩次的一個發球失誤 對 這樣送分的頻率啊 真的是有點高 哈哈 光是發球就送了有5分喔 嗯 欸 欸 吳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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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還在尋求 只有發球的感覺 不過因為發球失誤 我認為是還滿傷的嘛 對 那等於球都完全沒有過去 你連防守的機會都沒有 就把分數給送走了 對 陳正吉 哇 第一次的快攻出現了 哇 拖開了11號的曾祥明 當場人在前排的時候 就是好好得利用一下 對 其實曾祥明的一個攻擊的 一個成功率算滿高的 昨天在13次的攻擊裡面來講的話 他個人拿下了11分 哇 這個成功率相當驚人 是 喔 S 這邊也還了一屆S球回來 吳志廷 在師大這邊 當然有滿多來自華僑高中的學生 吳志廷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已經是大學長 今年是碩士一年級了 然後場上在喊出暫停 因為又被拉開到4分的差距 那這也已經來到老師剛剛所講 這15分之外了 因為對手已經拿下了17分 這個時候不希望丟掉第一局 這個是力圖鎮重 喊個暫停穩定軍心的時刻 沒錯 這個有4分的一個差距 這個一定要特殊的注意一下 剛剛發了一擊S 吳志廷 持續的發球 還有機會 這球可能也是受到標桿的影響 對 這個有點激烈一點 其實這個球可以稍微再慢一點點 對 但是當然在比賽的過程裡面 行制的過程裡面 總是會有一些比較慌張的現象 因為也擔心說 球是不是會去碰到的這個柱子 是 我認為他可能連 自己的手都擔心有機會撞到 對 再來一次快攻 兩次呢都是有11號的曾祥明來執行 是8比14 是 陳偉勝的發球 S 這一次 非常強勁 這一次真的是乾淨俐落的S球 對 中間大學要特別的注意 在接發上面呢 也要去特別的觀察一下 不能夠放掉 所以 一球就一分 對 對 已經被拉開五分了 有點過於興奮了 我認為 對 今天快攻的成功率目前看起來是100% 對 對 曾祥明的身高以及探奏能力 194公分 前排的殺傷力非常大 也想要懷疑顏色 得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在界內 對 這個球打出的是一個J1 比正 換個角度來看 觸攻到網子之後 直接的出界 那看起來第一局不太妙 已經是21比15 對 再被雙人籃黃給攔下來 現在台灣師範大學 在第一局的氣勢是越來越旺 還是能夠穩定地判斷這一次的發球應該是出界 對 在現在處於大比分的落後情況底下 也不要有太多的包袱 也不要有太多的包袱 這絕對是放開來打 對 沒錯 林振偉 也是第二次的一個發球15 但我認為現在他們真的也必須得這麼做 看看是不是從發球上面呢 先追個幾分回來 在1分 台灣師範大學在首局的比賽就要聽牌了 再來做一個調整 又被擋了回來 再移動到另外一側 沒有能夠打過網 哇 這個球被判的是一個no in 不過這個時候應該中英大學會提出的這個挑戰 因為他認為應該是有觸手的 對 說到挑戰的部分 在今年的比賽是有設立了挑戰的制度 每一局都有兩次的挑戰機會 對 那不管挑戰成不成功 都有兩次 對 當然你挑戰完了以後就少了一次 不管成不成功就少了一次 對 這個球判定的是一個公正球 沒有錯 那代表說剛剛是有出到球 我們看一下 從這個角度 對 是有碰到的 原本以為沒有打過網 對 還是有碰到球 對 有碰到張宏夜的球 那這個球判定的是一個公正球 所以基本上中英呢 他應該是有碰到球 但是他是 等於說 因為這個的一個誤判了以後呢 少賺了一分 但是這個是公正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沒有得失 但是呢 中英大學也少了一次的一個這個 挑戰的機會 是 當然相較起來啊 是比較吃虧點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 好像沒碰到喔 有有有碰到 對 有碰到 對 他是有碰到的 彈了起來 你可以看他球往上了以後 彈了起來 碰到宏夜再做一個轉角 對 好 但是這一次呢 主審的一個判定 他是改判了 是中英大學的球 你可以看他碰到網帶 彈到了以後 再改變的方向 他直接就到了觀眾席上 現在正式的聽牌了 二十四比十七 黃正良 拿到了這一門 比賽來到了局莫點 今天黃正良啊 手很燙 對 攻擊欲望 對成功率都很高 精采 這是宣憲怒氣的時刻 今天就是看 洪熙軍跟黃正良之間的互尬 沒錯 到目前為止 參考分數 大概這個 黃正良拿下了七分 洪熙軍拿下了四分 這個時候這個台勢大 也挑戰了一下 看看這個洪熙軍的攻擊有沒有踩線 但我認為這次的挑戰 是滿有技術性的 因為 第一個不用擺不用 第二個這已經是來到最後一分了 沒錯 稍微緩和一下氣氛 也影響一下這個下一球 萬一沒有成功 就是給中原來發球 影響他的一個發球的節奏 但這個 透過影像的回放系統 這樣子的play應該是比較 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對 不過為了公平起見呢 還是要非常仔細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上面去做檢視 對 那基本上呢 在這一次我們的一個轉播裡面呢 其實有配合了這個挑戰制度的一個部分 來做這攝影機的一個架設 所以可以讓這個回播的一個部分呢 看得會比較更清楚一點 對 比賽也變得更加公平 對 好 這個挑戰的是一個失敗的 所以確定剛剛這一球 洪西群是沒有產線的 好 現在輪回到了黃文彥的發球 應該要特別的注意 這有兩次的一個發球師 剛剛的回播 確實 是蠻接近的 對 很接近的 快空被盪下來 比賽還沒有結束 就回來 再重新組織 重路的位置下 這個得分 這個得分讓陳振齊相當的興奮 對 陳振齊首次的攻擊拿下的分數 也是達斯的學長 好 這個時候 台詞大概也有把 這個伍子頂給換得上來 還是想要用柯凱傑的一個高度來做籃網 黃文彥繼續來發球 這個球滿有破壞性的 哎呀 這個就把包沒有吃下來 直接打回到了陳威順的身上 連續的追分在CPoint停了好一段時間 是 現在中藝大學已經追到相差四分了 這兩球都是陳振齊拿下來的一個分數 一個快攻 再加上這一次一個籃網 對 直接起飛 哇 事實上這球也有出界的可能性 拿來救回來 有機會連拿三分嗎 沒有出界 哇 這一分滿戲劇化的 對 所以在第一局啊 其實中藝大學最後也展現了他們的韌性 但 非常可惜 差一口氣最終是以二十比二十五 丟掉了第一局 那目前的師範大學 暫時取得一局的領先 joined our crew Psalm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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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专业大学也的确在发球上面丢了不少分数 这是他们在第二局必须要去做的调整 到臉上出去 說好不打臉的 成功的雙人籃網 是 這球 這個陳冠宗跟洪西軍兩個聯手 拿下了張宏諺的一個強力的攻擊球 但這球是打在洪西軍的手上 終於大學一分領先 李希敏一路發球 已經連拿了好多分 這一次現在失誤的情況底下 也讓雙方贊成了4比4的平手 好球 這個應該可以減進今日的highlight裡面 是 反應夠快 對 我們在看 在單手做球 然後時間配合得這麼好 並不容易 對 一般你看到對手在做單手舉球的時候呢 一般都以為一定是快攻 因為單手的一個力量其實有的時候很難控制 對 陳冠宗這個球發出機會 就是這一局第二次了 好 輪回到黃正良的發球 自己發完球啊 摸摸頭知道這個力量沒控制好 好球 好球 黃正良在第一局有一顆發球的失誤 對 打完整個打完整個表現裡面呢 那在整個的表現裡面呢 可以看到選手的技術都能夠展現出來 對 打完整個表現 對 打完整個表現 對 對 好球 聽一下 我覺得也合理 對 基本上也不需要去做什麼太多的戰術的指導 就是希望球員把心情 然後專注力給找回來 今天在輔大的中美堂 因為已經來到今年這個賽事的最後一日了 對 其實現場有見很多的觀眾來觀賞這一場進軍戰 對 我相信晚上的人會更多 這一分是由張宏諺所拿下來 對 這個張宏諺呢拿下的第一分 也是風雲高雄畢業的高手 今年大二 那其實原本呢 這個位置應該是甘明修 但是甘明修呢 昨天在隊上的這個張室大的時候呢 在籃網以後落地了 自己的腳有點慘到 這盾到的一個受傷 所以今天看到是拿著拐杖 到了現場 對 暫停回來之後呢 室大呢慢慢把這個分數給追上來 我們看一下 黃燕衛 黃燕衛 黃燕衛這個的出球 其實 應該可以做一個搶擊 但是他想要掉球 這距離比較遠 又是一次的一個攻擊失誤 連續的兩顆失誤 暫停回來之後 連續的追分 把分數給扳平了 快攻 快攻 可惜 是 交給了這個陳振齊 拿一下的分數 對 中英大學調整得也很快 幾次的攻擊未果 乾脆把快攻給拿出來 對 快攻給拿出來 對 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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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的一個掉球 精采 這一波持續的進攻者 破白的氣飛 Touch out 黃燕衛 這兩支團隊啊 去年的冠軍戰的組合 今年在季军战上演 比賽的內容讓整個周美堂現場的觀眾啊 看得是如痴如症 是 一個接發球 還好 一個修正 很心虛的攻擊 就回來 其實這球應該是可以不用接 對 感覺上呢 有可能是一個接外球 但因為來的速度很快啊 位置也比較高 讓孔兴軍呢 是有點 我認為他是有點來不及反應 主委士也拿下了個人第二局的一分 對 轉體回來 現在師大已經反超了 漂亮 球隊需要試技的時候 孔兴軍要將功折罪 是 關西在孔充軍 往前往正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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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現直線的攻擊 那還要小心 小心 在輔大的中美堂 其實相較起 其他的體育館裡面 這邊可能室內的空間 是對於排球來說 比較不是那麼的夠 對 因為它是一個圓形 所以它感覺上腹地 是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能夠有這樣子一個 提供這樣的排球比賽的場地 相當棒 對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 很多的一個場地都無法來使用 這是要提出挑戰嗎 對 他提出挑戰 應該是挑戰前面那一球 洪西軍在後排的一個攻擊 不過前面的那一球 洪西軍因為他已經很清楚 知道他已經進入了前區 所以他用單手來調球 那現在就是看他的一個高度 也沒有超過這個網高 那如果說台勢大這個挑戰呢 是一個失敗的話呢 他將要失去這一分 在今天的比賽啊 其實兩邊呢 都有挑戰的紀錄 不過這對於所有的參賽學校來講啊 就是也是一個初體驗嘛 那這當然也是我認為是比賽的一部分啊 對於教練球員來說也必須得學習 尤其什麼樣的時間點 那可以要來提出挑戰 對 不過這個挑戰呢 確實是考驗了這個裁判喔 因為如果說我們從剛剛的一個角度來看呢 他確實是進入到前區 但是他並不是做出一個攻擊的動作 所以說呢我覺得他有點尷尬 對有點尷尬 因為他這個的一個後排攻擊裡面的一個部分呢 他還是牽扯到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這個擊球點要超過網高 但是如果說以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個挑戰的一個拍攝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如果說看的是戰隊踩線的話 那確實他絕對是進入到前區 對 絕對是進入到前區 但是呢另外一個條件是網高 那網高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動作 他是有踩線 所以從鏡頭來看的話呢絕對是踩線的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擊球的一個高度有沒有超過網高 他必須要考慮到第二個因素 所以這個在挑戰的過程裡面呢 他畢竟還是存在了一些盲點 對 但是以實際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確實是一個後排的一個 算是攻擊 對 因為畢竟還是直接第一時間打過網 對 所以這一分呢是由台勢大拿下來 對 快攻的機會 好球 這就是有時間,有配合好 這個快攻最終是由沈冠中來執行 沈冠中快攻 運氣的溫 接下來的快攻 黃仁威來發球 黃仁威來發球 發一個短球 這也是一個突襲式的快攻 開始 打到這一關 目前比度是3.11 現在安排 其實今天看到的曾祥明的一個攻擊 相當具有他的破壞性 嗯 時間內有配合好 他的成功率一直都很高 也想歡迎快攻 單手直接被擋回來 對 這個球 快攻 曾祥明還能夠籃網 好 這個球抓得非常的準 哇,這是我們今天看到最精采的一次防守了 石大 從落後到現在3分的領先 是 我們不希望夜長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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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個揭發做得不錯 好 這個球處理得好 林尼西米 在這局裡面 林尼西米已經沈疾了一段時間 在空中比看誰的腰力更好 然後 這個是一個出擊 對,他跳的一個出擊 打在黃雁的手上 速食 走出了第一波 在重新組織 再來一次 但整個timeing沒有配合好 對 所以當然這個讓紅西軍非常難以發揮 哇,瞬間石大又拉開領先的差距 就是要打紅西軍這一個點 這一次總算是能拿到的分數 連續三次的進攻 都 就在這個2號位的位置上 兩次的手上 完蛋了 第四次的部 model ächsting沒有好 既然有這塊是 你這個空間 各地的 它會不好 交叉掩護合作 這個時候再把這個柯凱傑給換到前盤來 準備做籃網 那間的身高有191公分 嗯 的確啊 球也坐到他的位置上 對 單品一擊之力並沒有辦法把這球給擋住 輪到洪熙君的發球 輸到三人籃網 還攔不住你嗎 對 這個的一個三人籃網 因為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修正球啊 採用三人籃網是一個正確的 嗯哼 世大眼見狀況不對啊 雖然是領先 不過從四分變成現在的兩分 趕緊喊一個暫停止血一下 我對於世大來說 他們也不希望夜長夢多啊 戰局拉得太長啊 又要再打個五局 可能會有點累 對 那現在在第二局裡面啊 又是逆轉領先的情況底下 他們當然先希望呢 先取得局數上的聽牌 還好 好 哇 洪熙君 哇 這一分啊拿得相當的巧妙 而且在得分之後呢 他等於還希望呢 現場的觀眾跟他一起歡舞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選手要製造氣氛 他這個輕扣的一部分呢 讓台式大都灑住了 對 整個的腳都沒有辦法去移動了 因為突如其來的一個小球啊 本來以為是會打一個比較長遠的球 嗯 這個球吞得下來了 對 這一分對於師大來講很重要 因為對方剛剛這一分啊 拿得太精采 氣勢震望 對 絕對不能夠讓中原的氣勢給提升上來 要不然台式大就難打了 今天中原大學啊 雖然 在目前的分數以及局數上都處於落後 但的確是打出了不少精采好球 讓他們看著 cor 打到後排直接殺出界 對 黃錫軍在第二局裡面呢 第二次的攻擊失誤 副歸線中球啊 現在輪到中原大學韓暫停 因為對方慢慢接近了set point的位置 所以老師怎麼看 今天中原打到目前為止 現在這一局的分數又處於落後 他們今天所遇到的困境到底在哪裡 其實可以看到雙方 在整個的比賽的過程裡面 真的都是相當的精彩 不過中原來講的話 畢竟他有一些屬於自己 飛速鋪的一些失誤 比較多了一點 像在第二局裡面 他們光是在攻擊的失誤裡面 就在攻擊的失誤 就有四顆了 那發球也有一顆 然後呢 發球有兩顆的失誤 所以這六分的一個送分就蠻多 那反倒是在這個 台斯大呢 他比較少一點 他只有四次的一個失誤 最終時大呢還是把這一分給要下來了 20比16 這個還是交給黃正良 黃正良呢個人已經 在第二局拿下了有六分 一共拿下了有13分的一個攻擊得分 黃正良的攻擊 結果是遭到了 吳志廷的一個籃網 這有的時候呢 前面的個子高的時候呢 他反而會提升他的一個攻擊點 他認為吳志廷的個子不是太高 比柯凱傑矮太多了 所以他把球頂也降低了 反而是鬆懈了 再一個啦 再一個 來 四交給黃正良 拿下了第二局的第五分 這人也拿下了有九分 咪咪 好 接發完之後直接轉為進攻點 這個球結果判定了陳維順的一個攻擊 中元有Touch out 可以找到嗎 陳維順的 打擊 打擊 好 好 22比17了 中元這邊來進行能源的輪替 對 讓廖世勳呢頂替上陣 好 再輪回到1米90的吳正廷 來執行八球 好 好 這個球發得非常的直 但是是一個界外 對 用意 是還不錯 在八球上也做一個路線上的調整 這時候也把李佩恩 讓他來發錢 這個 替換的這個陳正維 哎呀呀 結果上來的是一個八球失誤 對 就有的時候呢 教練在 執行的一些戰術上面來講的話呢 認為你有這一個部分的專才 所以要讓你上場去 就要發揮你的專才 而不是 而很容易就是把它失誤掉 這球局有點長 對 後排的起飛 No way No way 展貫中啊 跟黃仁威 雙手連彈 意思把這一球呢 給擋住了 對 這一局還有一點機會 不過還是要穩定 還是要穩定 還是要穩定 哎唷 漂亮的一個直線 真的還有一點機會喔 追到剩下三分差距而已了 在一開始街發上面小小的失誤 在一開始街發上面小小的失誤 今天中原的一個發球呢 其實有點針對性 就是針對著這個張宏諺 那張宏諺其實他前一陣子 是有帶傷的 因為他有一次打企業聯賽 也是在浮大的中美堂 那個器人的一個比賽裡面呢 結果他造成了一個這個手肘 這個肩關節的一個脫臼 所以休息蠻長的一段時間 而這一段時間裡面 正恩大學接連的這一分 剛剛發球呢 也雖然帶有一些Lucky的成分 但這一分呢 還是紮紮實實地放進口袋 兩分差距而已了 幫人為了一個S 是 這是妖命的失誤啊 一得一失啊 打平 好來到師大的set point了 這時候師大馬上 走馬換將 現在是把15號的張宏諺 再換到場上來 在前排的位置 真的 我覺得紅葉很可愛啊 臉上都一直掛著笑容 哇 王正良憑著一己之力 幫助球隊呢 拿下了這一分 同時也讓局數啊 台灣師分大學呢 現在面對中原大學的賽事裡面 取得局數2比0的領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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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內球 沒錯 是一個借內球 這個角度看好像是在借內 有一點點而已 球壓下去了 壓扁下去了 沒錯 這個側邊接觸到這個白線 算是挑戰成功 對 然後也在這一局得分開服了 精彩 洪西軍再次拿下的分數 給4號位的攻擊 劍縫插針啊 兩名長人都沒有辦法擋住這一分 4比1 洪西米直接發球出竭 哇 西米呢一局各有一次的一個發球失誤 今天中衛大學的確在發球上面的失誤啊 是比對手要多出蠻多的 對 這時候台士大把紅樓發給換上場 把隊長這個黃哲良給換下去休息一下 正確的判斷 對 結果 曾祥明這個球也發出了界外 好 祥明發球失誤之後呢 他也回到了休息區少 欸 這應該是一個touch out 對 洪樓發 沒錯 洪樓發的力道蠻強的喔 這就是要強行突破 因為對方這個起跳籃網的時間呢 也算是有抓到 對 精彩 鄧月欣 鄧月欣上來其實今天這個表現不錯 嗯 哇 這個角度打得很犀利 對 點拉的 有 欸 還在喔 變成後白的進攻 雙方不斷地在空中相跪 對 再往上的徵球 畢竟還是伍正廷 身高一排九佔的優勢 對 這個一百八十八的黃仁輝 黃仁輝啊 還是壓述了一百九 這是排球場上的灌籃得分 兩分差距 好 好 有了 好球 鄧月欣 拿下了第二分的一個攻擊 鄧月欣在第三局的時候 上來的時候呢 表現的目前為止還不錯 對 對 好球 跟時間差 嗯 這一分呢 最終是由伍正廷所拿下 好球 哦 中間穿越過去 充滿著爆發力的一分 對 從曾祥明和吳志亭的中間也穿越了過去 好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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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應也夠快 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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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哦 中英大學現在十比五 五分領先 哎呦 說著說著發球失誤 又這個老鏡頭又出現了 陳正希 珍惜了 球隊的氣勢震望 今天我覺得在中英大學來講的話 現在李迪西米他其實並沒有太大的發揮出來 他第一局個人只拿下了一分 但是第三局現在也只拿下了一分而已 其實應該給他再多一點的機會 要不然的話他們在中英大學整個攻擊手的突破能力會比較弱一點 對 這個接發算是好像直接做給了珍翔明一樣 這是對手的助攻 馬上來了一個霸包 好像也有機會在界內 對 這個球是吞了下去 對 重量的一分 重要的一分 重要的一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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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可以看到曾祥明相當的有氣勢喔 以了一個silence的手勢 接著看到單人的一個人 來得很準 哇糟糕了 中原慢慢口袋的深度 越來越淺了 哎呀 沒在接耶 四點攻擊的失誤 對 追上來了 存款快花光光 十一比十 只剩下一分領先了 威震持續地發球 這也是一次的發球失誤送分 也給了中原大學一個喘息的空間 對 這個球又是一個出界 對 現在中原可不能再有這樣的失誤了 對 其實昨天的一個狀況裡面他的發球是失誤的 蠻多的齁 所以這個的穩定度要真的要再提升一下 哇 有一個S 贏了 孫曉明 贏了 孫曉明 孫曉明 這個接發滑 接球的位置並沒有算準 打在手臂的側面直接噴飛了 雙籃的籃網 沒有辦法攔住 戴月欣的攻擊 稍微精彩的進攻 接下來是腳包成管中的發球 這球也捶得很大力 對 黃蓉帆 好 我隊長黃正良在休息區也做了好一陣子 但是球隊呢現在是有機會板超比分 稍微做一下修正 這球 球點拉得很高 這位的攻擊 沒有打過網 對 沒有打過網 那這個都攻擊贏的那樣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這球舉的可能是夠長 所以他這個 出手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身體是歪一邊的 那他又想要轉直線 那當然這個整個不協調的動作造成了一個NO IN 沒有Touch到的話那就是直接去借 對 好 中元呢 是穩住的正角 一度被追平 現在又拉開兩分領先 這一分就 還是讓中元給拿下來 哇 師大現在的氣勢好像又漸漸地滑落 因此 現在要把對準黃正良給換上來了 其實目前雙方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你看那台詞大來講的話呢 其實他們的一個揭發球的狀況也不是特別的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把黃正奧換了上來了以後 在這一個第三局的時候 是要點替張宏夜的揭發球的問題 對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呢 這個黃正奧今天的攻擊也不是很穩定 沒有配合好 看是不是再做給黃正良沒有快攻 世界的落地得分 坐在了武正廷的位置上 是 所以以這個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其實中元大學要特別注意到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當他們的一個攻擊的一個能力不是很足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他的快攻 但是現在黃正良又換上了場上 所以要特別注意正良的後排的攻擊 對 稍微做一下修正 三個人 後排的區分 高度不夠 在第1、2、3局的時候呢 這個牌詞大呢 感覺上在整個進攻端裡面呢 攻擊端的一個部分是有點亂 哇 也要修正 稀米的進攻 哦 Score 這個球 從吳志廷的雙手之間給穿越過去 所以中元呢如果稀米這個點呢 能夠打得出來的話呢 台詞大他是比較難應付的 那相對來講的話呢 台詞大他確實要去注意到 因為他們的發球有一些破壞性 也要注意到中元大學的一個修正的一個攻擊 後排還是得交給隊長 對 其實在這個籃網上面來講的話呢 出現一個問題 像這個鄭啟 他還是要想辦法去跟這一個西民 來做一個靠攏的一個籃網 一個中間露的一個大洞 這個其實黃正良也蠻歐的 因為第三局裡面呢 拿下了第一分 他攻擊 對 這個球很明顯 很明顯 對 沒錯 看來是黃恩威的一個失誤 好 哦 是 哎喲 接連的得分 師大又追上來了 哦 其實這個球呢應該 正義生應該是要注意判斷一下 這個球很有可能是一個出界球 那倒是讓這個吳正平拿下這個發球的分數 發球的失誤 吳正平並沒有發過 這個前面的一個得分 這次的4分也打平了 這一分對於師大來說是還蠻傷的 莊遠要善加的利用他們的發球 因為畢竟在台四大的一個 我覺得他們在競爭一個發球的穩定度不是那麼好 過了一個時間 他有稍微的緩慢一點點的上去 讓鄭湘明自己拿下了分數 鄭湘明在企業聯賽當中 他的攻擊的成功率是超過了五成的 好 差一點點 朱迪首局的勝利越來越接近喔 20比18 所以老師剛剛就特別提到 今天應該是要讓我們西米呢 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所以在這一局的中後段 好像慢慢看到他真的是跳出來 而且成功率也不錯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的攻擊裡面呢 當然現在換上了鄧岳欣上來 他也有佳作 那其實我們嚴格來看 前面的兩局裡面 大概就只靠著洪西軍一人在獨撐 其他兩位炮手並沒有發揮太大的功效 所以打起來來講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你勢必在這個三角的一個關係裡面呢 三個主力攻擊手 你勢必一定最少一定要兩隻是穩定的 要不然的話呢 其實打起來真的會很辛苦 當然你說最好的狀況就是 三角都非常的好 對 那對方他就更難打了 這個的確位置啊 擊球頂非常高 對 但是在整體來看的話呢 其實像黃仁慧這個的防守 如果說他能夠再蹲下去一點點的話呢 這個球應該就可以往上來起來 他的站姿是高了一點點 好 解放沒問題 西米的進攻 有了 哇 這一個角度夠犀利 這個角度夠犀利 在第三局拿下的有四分的一個攻擊的齁 也比前面的兩局的分分數高很多 嗯 看西米的打球啊 真的是滿享受的 最主要他的個頭並不高 但是爆發力特別強 對 其實這種矮個子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彈跳能力好的時候呢 很容易吸睛 哇 這個轉直線漂亮 花生良 自己也稍微偷笑一下 這你可以看到他故意已經把這個球 放到這個右側再來 而且他的身體的面向 還是面向的這個左側喔 對 來做一個扭轉的一個過程 不過這樣的一個打法呢 他比較容易造成他肩膀上面的一個傷害 喔喔喔喔喔喔 有歡迎一個直線回來 對 歡迎一個直線喔 這個打了一個切半切的一個球 對 歡迎一個開球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面向的這個斜線啊 然後直線做一個半切的一個動作 對 鄧月欣 鄧月欣第三局上來的時候呢 個人也拿下了有四分的攻擊 队长打了一个touchout 没问题 这一球呢其实邓岳欣也已经看到了 不过确实一个黄正良的一个打直线的一个动作 里面带拖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力量很大 邓岳欣在篮网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手型没有先往向内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touchout 这局越来越紧张了 双方一分差距 这个时候杰芬 可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走住了第一波 直接后排起飞 球还在 往上要处理 厉害 双方激烈的攻防 以西米点进来 这是本场比赛最多来回的一分 挡住了 有没有再见 没错 哇 施大整个团队沸腾了 再多次的来回之后拿下了这一分 对 这一波的一个整个的进攻攻防造成双方 在整个体力上面的一个消耗蛮大的 对 这球是被伍正廷给拦得下来 哇 其实我相信 不管是谁得奔这一分 让两边都非常享受 把他一个断球 快攻 小心喔 有 还是有 还是有 还活着 对 平静的展现 啊 躺不住了 你可以看到 冯幸区在得分的时候 他比这个一 这是 气势的展现 关键时刻他比这个 有点像李小龙的手势就是说 嗯 交给我处理就对了 对 对 结果我们看到这些选手呢 很容易制造这个比赛的一个气氛 对 一个成功球 让这个观众呢 也能够为他们随之起舞 哎呀 要修正一下 修正球的一个攻击 赵王业那一个攻击 没有 touch 到的话 周一元大学在这一局 进入到了set point 哇 非常重要的一次进攻啊 没有能够把握住 原本是想要打一个touch out 非常重要的一次进攻啊 没有能够把握住 好 这个球 举得很高 造成了中研大学硬要抓这个球 还有盘处啊 关键的一分了 这个时候 压力集中在张弘夜的身上 哦 中研大学相当聪明哦 这个时刻叫了一个暂停 也干扰一下 待会失大张弘夜的罚球 就这一分啊 其实两边呢 我相信这个时候 都特别的紧张 哈哈 其实以排斥大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是要放轻松一点 因为你已经赢了两局 在那个地方等待了 嗯 所以不用太在意说 这一次的一个发球 那当然 呃 可以去针对点是最好的 是 那当然以现在来看的话呢 他前面的一个前排的一个部分呢 攻击手是邓月欣在这个地方 其实 就是或许 他可以去针对邓月欣的一个这个点 来做一个发球 然后呢 发球了以后呢 注意前排的一个 呃 这个 陈正琪的一个快攻 再加上 洪希君的一个后排攻击 最后一刻决定把球接下来 所以只能修正 从后百厘米压的起飞 这个球有点是奥塞的 红也把他接得起来 对 又是一个呛死球 哇 机会落在中原大学的手上了 能不能finish这一局 no problem no no 这一分主神把分数好像给了十大 是 中原大学没有试看看吗 来做一个挑战 其实蛮有机会的 这个的挑战呢 说不定有可能 可以感觉到是不是有触手 哦 应该是完全没有的 对 完全没有的 哇 那这样也要打到第四了 对 哦 这个重重的一锤 来一绳之锤 锤下来 丹月鑫 拿下了在DUCE的第一分 互丢压力球的时刻 其实这个节骨炎来讲的话呢 其实 以忠言 当然要注意到就是 发球踩陷 我的天啊 哎呀 哎呀 怎么会出现这种 这个是 本场比赛首见 在排球里面 其实也不是那么常见的失误 对啊 你看 这应该是还蛮明显的 对 有点离谱了 这个球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因为黄正良还在后排啊 然后也送分回去 这真的很要不得啊 对 大概要制造一些气氛吧 对 让整个现场嗨起来 好 所以又再度的来到中原大学的set point 但是对中原大学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股压力哦 前面刚刚的时候是伍正良在前面 其实还好 现在曾祥明上来了 所以他必须要注意到曾祥明一个快攻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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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伍仲廷 这个 这个黄正良的一个后排 嗯 没错 果然被老师点名到了 马上 一号的曾祥明 再三号位啊 漂亮的得分 对 对 这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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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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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兩人的防守圈當中啊 見縫插針 這球清明呢 有點刻意的放到左側來 完全的空檔把握住 希望雙方都能夠僵持一下 然後雙方僵持多輪個幾輪 找到最適合的一個點來做清單 這個接發沒問題 對著我們需要你 這個時刻呢 是直接在四號位跳了出來 這兩分啊 包括到李妮希敏以及黃正良 都是乾淨俐落的落地 27比27 就看誰先出現失誤 這個打球夠強勁 必須得修正 只能勉強打回來 哎呀 糟糕 糟糕 哇 中原大學 從一直在自己的set point 現在輪到失大的這一局 而且同時也是比賽的match point 對 那當然我們看到了 洪西軍這個處理球是有點大意的 嗯 最後暫停 趕快把心情聞下來 比賽還沒結束 還有機會 那目前 終於碰到的一個問題 還在揭發球 那揭發球的一個狀況呢 受到臺勢大的一個壓制 所以他只能夠修正球 嗯哼 所以臺勢大呢 只要能夠去做一個發球上面的壓制來講的話呢 那他只要注意到兩個人 就是一個就是李妮希敏 一個是洪西軍 洪西軍的前排 那洪西軍的前排來講的話呢 其實他的 比例比較高的都是以斜線為主 嗯 對 直線會比較少 當然也會遠 就是看他那個球的流向的一個狀況 那希敏呢 是比較活一點喔 泰德是會打二號 也是會切動時間差 是 所以當然要特別的注意 好 先完成了第一步 接發沒問題 被籃進來 球還活著 還有機會修正一下 比西米的進攻 噴下來落地得分比賽結束 哇 師大在這一局裡面啊 真的是展現了他們的無比的韌性 直落三的方式 而且在關鍵的第三局裡面是逆轉 29比27 局數3比0 擊退的中英大學也獲得了 109學年度UVL男子公開一級的季軍 恭喜他們 但今天的中英大學在第三局啊 真的是功虧一愧 讓我們看得相當的過癮 但也替他們覺得可惜 是 當然今天我們看到的雙方的這個的比賽 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 這個我先恭喜台四大好了 在這十八年來裡面的一個比賽 他們幸好都還是會在前三裡面 我們看到從這個九十一學年度開始 在正式的有這個所謂的紀錄裡面 對 那在中英大學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他有很好的機會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處理球上面來講的話 還是他還是需要去加強他們的一個穩定度 那當然今天可以看到雙方的一個揭發球 我覺得雙方的揭發球都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因為今天雙方的揭發球其實並不是都特別的好 但是不是特別好的情況之下 就是強調的穩定的問題 因為你揭發球不好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大概就剩修正球 雙方的修正球 你當然有很好的一個突破能力 你可以拿下分數 但是如果說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不能夠用二選一的方式 不是得分就是十分的一個模式來進行 那所以說在整個的比賽裡面 我們從整個的紀錄獲局看到 回顧一下來看 台師大的十五畢竟 來得比中研大學少了一點 然後關鍵性的攻擊手 事實上他得性的還不錯 包括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黃正良 包括看到的曾香敏 包括看到的這個陳薇順也是一樣的 在整個的一個過程裡面 都有他相對的一個得分的效果存在 沒錯 那所以說他們一滴一滴的累積 他們勝利的一個成果 在今天十大今年賽季雖然只能以第三名做收 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怎麼說就是因為在連霸的過程當中 其實球員教練都會有一定程度的 心理負擔跟壓力 那這一塊石頭卸下來之後 他們等於是砍掉重練 我覺得在從明年的賽季開始 他們又可以用一個轉新的心情 來挑戰另外一個里程碑 我覺得這都是往好處想的話 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 那在這一次的比賽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有發現了兩名新星嘛 所謂新星就是一個台式大的曾香敏 大意上來的時候 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而中原的里尼希敏 也是只有大意而已 能夠站在這個大學的一個舞台裡面呢 他們從高中端畢業了以後 馬上進入到大學的一個聯賽 在這個場上的一個表現相當的出色 所以或許這兩位都是將來的明日之星 對 兩邊在109學年的賽季裡面呢 都雙方學校 中原大學 以及師範大學都補盡了五位一年級的新秀 對 那在今天除了看到里尼希米之外呢 當然在師範大學這邊就是老師 不斷點名到的曾祥明 這兩名球員也的確 在今天三局比賽的過程呢 也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呢 也讓他們欣賞到他們的精彩的表現 對 那當然台師大來講的話呢 畢竟還是老經驗的 我們所謂的老經驗就是說 他們在比賽的過程裡面呢 可以看到選手 其實他選手的年齡已經慢慢的大了 有幾位都是碩士生的來參與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經驗也好 年齡也好 其實他們的一個 透過這麼多年的一個累積下來 相當不錯的一個這個經驗 所以他們在比賽裡面 可以看到呢 相對的會比中原大學來的穩定 那當然 雙方也透過了這個 企業人賽的一個洗禮 讓他們整個的一個 在技術上面也更加的成長 那當然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 但是台師大學就要特別注意到 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的很多的是 就是說目前是屬於高年級的 那有一些是碩一的 對 碩一 碩二的 對 碩二的 還有大四的 那當然這些碩士生會 關心到有一些是年齡的問題 甚至會操領的問題 所以會影響哪一年的一個成績 也會比較大一點 對 就是在陣容上面呢 可能慢慢的師範大學啊 也有機會要遇到 所謂的換血潮 對 那老師這一點啊 就要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呢 更加期待下一個年度的賽事了 這種就是 因為在今年已經有點出現 大洗牌的狀況 今年2021年了 其實在整個排球圈裡面 真的是有製造很多的一些話題出來 對 從高中聯賽開始 工學院 對 到現在的師大 對 到現在的師大 對 好 現場現在準備要進行頒獎典禮 我們把時間交給場邊的主持人 以及大專排球運動的發展 所做出的努力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畢業球員們出場 中原大學 洪希君 陳正琦 鄭育森 黃文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陳建廷 黃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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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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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直落三 输给了师班大学 在今年只能以定军作收 所以或许昨天 对于上的国北较大 这个五局大战 让大家今天 在整个体育上面的一个恢复 是有点慢一点 不可以获得赛事专属的奖杯以外 还可以获得压师 一万元的职商品卷 但是在整个的一个场上的拼劲 跟技术的展现 那确实可以让所有的观众 来做一个学习 因为确实我看他奋战的一面 因为表现得相当的精彩 尤其在关键的第三局里面 前面两局大概达到一半分数 就慢慢被拉开 但第三局大部分的时间 都取得领先 一直到最后达到Deuce 才被师范大学给拿下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在关键的时刻 你的处理球要特别的稳定 当然我们都回过头来看 其实最后我是觉得说 洪熙军最后是处理的那一个攻击球 如果可以保守一点的话呢 或许都还有相当的机会 对 这都是学习的过程 对 谢谢林柏花老师的颁奖 也再次恭喜中原大学 好 中原大学在今年呢 也完成了所有的比赛 而且对于中原来说啊 他们也算是在不完美当中呢 制造了完美 因为今年呢 他们的战绩啊 整体的表现 其实也只输给过一支球队而已啦 那就是 今天的对手师范大学 那输了两场比赛 一次是在循环的预赛里面 一次是男子组的季军战 是 不过我们还是要恭喜中原大学 拿下109学年度UVL的这个决赛喔 打进到四场最后与第四名座的时候 那么现在登上舞台的呢 就是本届赛会的第三名 原本是夺冠的大热门啊 但在Semi-Final四场决赛里面呢 是不幸中箭落马术给的召失大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台词大的一个颁奖来讲的话 人实在太多了 整个镜头没办法下去 你可以看到在人才积极的台词大 这个很多在后面的 你可以看到穿着这个 这个美金龙的T恤的这些的 连这个登陆到这个球队里面都没有 所以今年台词大确实是蛮可惜的 他们可以拍两倍出来 对 对 那当然今天台词大呢 昨天输给了张词大 那其实昨天在那一场球赛 真的是双方打得相当的都不错了 那当然确实昨天我们看到的 在张词大的黄世展 确实是一球一分 所以昨天应该是可以说是 台词大是败在这个黄世展的手上 对 那我们看到的这场球赛里面 台词大 台词大那场球赛输了 我相信这些选手是非常的 会感觉到一些遗憾 但是今天的一个表现里面 确实也把在这几年的一个努力 也展现得出来 那当然能够拿下了今天的胜利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一个成就 对 因为毕竟在3月19号的交手两边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在总得分上面 108 106 实大总得分也不过才赢2分 打了一个5局大战 但是今天再一次的面对中云大学 他们是 我觉得不仅仅是打的内容 比对方要更为出色 更重要的是在逆境的情况底下 他们也能够求成长 尤其在最后一局的比赛 对 第三局的时候 一分一分的来拿 其实有的时候 落后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 是 好的 那么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待会我们稍作休息片刻 马上要持续地为各位带来 台北商大要对上高雄师大 这是女子组的寄军之战 当然也不要错过 从6点到8点了 两场男女子组的冠军的好戏 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 好的 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 要战时的告个段落 但是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 我们的频道愿 再待会马上 女赛组的寄军之战呢 就准备要开打了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4号 陈正琪 15号 张宏夜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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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 2 1 2 2 1 2 2 3 2 2 7 7 7